現在我介紹這個ATS整個Panel的運作是怎樣做的 這裡有一個Normal電源的按鈕 這是一個Control Panel接線箱 這個就是Essential Outgoing的按鈕 這個就是Essential Incoming的按鈕 這個ATS的Panel就在這裡 現在我先開蓋來看看 我先開這個鍋鍋的蓋 這個鍋鍋是四鍋鍋來的 來電的接駁接駁就是這個位置 這樣 這個就是一台Control Panel倉 這樣有一對這部名的線就在這裡 這裡就可以交出去 這樣這個Essential鍵和的那個模式那些是一樣的 都是一個4部鍋鍵來的 對了,這裡有四孔按鈕 這裡也有四孔按鈕 那都是給出去的 我現在鎖回去 那我現在還完回去之後 再廣解一下這個 這個APS 它有支視燈顯示的 還有一個控制器來的 這裡有一個自動轉換鍵 刀開關式的自動轉換鍵 Control Fill Normal電源部分的Control Fill Underwork Relay Essential Part的Control Fill 還有Dry Content Relay 接線在這個位置 控制器的接線在這邊 這樣我們現在就 它有個手柄 可以做到手動操作 手動操作在這個位置 這個手動操作 我首先講解手動操作 它可以選擇AB轉換 這個off鍵 我找東西抖下去 它就會off 我取得起的時候 就是A ASOS 就是Normal電 AB A是Normal電來電 B也是Essential電來電 我就off了 off了就兩邊都沒有 我再取得起 它都是選擇A 因為B要按 Select 所以長期按的話,就一定是A 我按B,按住B B就會開啟了,在這個位置開啟了 我開啟了,再啟啟,就會由A 換句話來說,B的話,一定要按住按鈕才可以做到B